10月11号,A股五评视频,大家好,我是网财经 今天是进一步的缩量 近三天,几乎每天都要缩量20% 预计今天成交1.5万亿 户指今天是一个低开跌走 目前个股是普跌,超过4500种股票在下跌 今天五评的标题是 户指在下午跌得越多,下周反弹就会越大 我们可以分批去关注哪些板块 牛还在不在,我们如何去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好,我们先去聊上上指数 上上指数我们在昨天的收评 我们对于户指未来两周 甚至说未来两个月我们去做了一个判断 什么判断呢 就是接下来会是宽幅的大波动的震荡的箱体 那么箱体顶目已经很明确 就是3674天 但是箱体底幕目前尚不确定 我们在昨天收评去寻找到三个箱底位置 一个是这条水平线是3174点 是今年5月20号的最高点 另外一个是下方缺口3087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下方的年线 250均线在2980点位置伏击 好,那么对于这三个位置 谁是箱底,我们大概率判断可能会是在这个3087点的位置 大概率可能就是箱体底部了 那么当然寻找箱体底部的过程不是流畅的 不是流畅的 那么昨天的那个阳线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就是跌下来一个阴线可能会再反弹 一个阴线之后可能会有一个阳线跟着 但是越靠近箱体底部 接下来往上反弹的阳线幅度可能就会越大 可能就会越大 好,那么我们基于3087点的这样一个箱体底部的一个判断 那么它跟3670之间大概是有600个指数点的空间 那么它箱体中轨是哪里呢 现在中轨大概是在3380点位置附近 大概是这位置 对吧 那么我们说跌下来之后 至少还会再反弹到先例中轨 所以目前护纸处于3380点下方 目前是3255点 其实是什么意思 就是现在其实已经可以去进行一些分批次的建仓了 尤其是仓位比较小的一些朋友 尤其是仓位比较小的一些朋友 比如说你现在是空仓 一层仓,两层仓,三层仓 其实你可以去做一些分批次建仓 就是看未来这样一个箱体 以3670到3087为箱体 现在中轨是3680 那么3680下方就可以每间隔100个指数点去小仓位建仓一次 最多也就是建仓三次 对吧 3380下面3280 3180 3080 也就是这样 也就是这样 好吗 好 那么这是我们对护纸的一个整体的判断 然后再谈大事件 在主张说明我们就谈到了 明天周六会有一个发布会 会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去答记者问 所以我们基于什么呢 我们基于这样一个大事件 然后再基于周三大跌之后的周四阳K反弹 所以我们判断如果 如果今天周五往下出现大跌 比如说下跌了超过100个指数点 甚至说跌的更多 甚至说回补下半这个缺口 当然这是小概率世界 但如果今天跌的越多 下周一的阳线它就会越大 它的反弹概率也就会越高 对吧 也就越高 所以下午跌的多 下周才会有反弹 那么机会往往是跌出来的 往往是跌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等到今天尾盘 等到今天尾盘 基于今天的这种跌幅大小 我们再决定我们所要去加仓的仓位大小 明白吧 跌的多 反而我们可以更改喻去买 但如果跌的少 可能我们买的话就少一些 好 然后我们去聊 去关用哪些板块呢 去分批关用哪些板块呢 我给大家提供两个关键词 一个关键词是强 强者很强 就在国庆节之前 特别强势的板块 大家想想有谁 然后第二个是要 已经出现三根阴线的板块 一个是之前很强 一个是已经三根阴线 我们去举一个例子 各位只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券商 比如像券商 券商之前是不是很强 嘎嘎强 非常强 是不是 那么周三一个阴线 昨天一个阴线 那么今天呢 今天如果再跌一个阴线 比如说能够回踩到这个实质均线 能够回踩到实质均线 到今天尾盘能够跌幅大约5%以上 那其实券商是不是就满足了 这样一个标准了 对不对 就满足了这样的标准了 那我们可以去关注 类似的这一类的K线图 看看这种板块 然后半张体的话 今天就肯定不能去关注了 为什么 因为虽然说之前也很强 但是今天只是第二个阴线 不满足我们说的三个阴线要求 所以我们就不关注 好 那么这我们去选板块标准 最后再去聊一下 我刚才说了 我们说下午跌的越多 说我们希望希望这样往下跌一跌 因为跌下来是机会 但牛还在不在呢 现在有很多人在质疑说 哎呀这个牛市可能不在了 对吧 这个牛市已经病了 嘎了 该吃肉了 不是啊各位 你们要相信 这一波一千点的上涨 是耗费了大量资金 出台了大量政策 这个牛还在 只不过这个牛 它想要成为一个健康牛 因为它之前是疯牛 疯牛现在是处于治病的阶段 要把这个牛的疯劲给它治好 给它治理成一个理性的一个牛 对吧 或者说一个相对理性 不要那么疯的一个牛 因为太疯起来 谁也控制不住 对吧 最后就没法收拾了 对吧 所以要慢慢的治疗这个疯的这个病症 慢慢的理性回归 所以目前理性回归 跌下来是机会 未来还会有牛 还会有牛 所以我们坚定跌下来是机会 然后怎么样去做到进口供推荷手 就是仓位管理 不要一公道说把仓位全盖进去 不要说动不动就满仓 给自己留一点仓位回旋的余地 分批字去建仓 分批字去增加仓位 然后选择中长线的一些方向 看中长线你可以做短线 把仓位的短线仓位 跟中长线仓位分割开 好吧 这是今天五评去表达的观点 跟昨天收评观点基本相似 那之后呢还希望各位点赞关注 往往再见 大大A 来 朋友们继续打个518 再见